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韩国他们自己是一个内航的客机 应该由泽州飞过大优士 中间出事 说着一架飞机 在降落期间不知道为什么机门竟然打开了 打开了之后 变成了里面这么多位乘客 尤其是接近机舱门口的乘客 感到有不舒服的情况 最后有12位乘客感到非常不舒服 绝对要送去治疗等等的情况 由泽州岛起飞直至降落到大优 其实应该不长时间过来两个小时机程 这次大概机舱门开启那时候 整个飞机飞行的高度大概是700呎左右 所以如果你计算其实都是200多米 其实都已经是相当接近 相当接近地面的情况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呢 当然我们经常都说 机舱门不是这么轻松打开的 这次竟然有这么有趣的事情打出来了 还有当中也有一些影片 拍摄当时的情况相当混乱 但是混乱得来有圈蛙等等 但是未见到有阳气罩那些 扔下来又好像没有的 又未紧急到这样的情况 飞机仍然继续去飞行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当时又好像没什么人去制止它等等 这些都是要有关单位 继续去做很多调查的 我们在这一节 我们当然会省去那些很感情的 那些什么这个妈妈那个儿子 就讲中间事业经过的 我们纯粹是讲回这个事件的情况而已 所以说起其实为什么又无端端 就是飞到某个位置 这个飞机的舱门又打得开 就是以我们的概念 通常飞机你这样起飞的过程 其实那个舱门第一不容易打开 第二物理上都真的不是那么轻松 就打得开这道门 就这么说了 这件事本身就简单来说就是有人为的因素 在一个未应该打开的机门的情况之下 就私自去打开机门 其实如果很多朋友坐过飞机也知道 你坐得去靠近涂申门的那个位置 你的机型是大一点 和机型是小一点也好 你也会留意到那个机门附近 也有一些指示告诉你 其实在紧急时候是要怎么打开的 甚至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这个我们不难理解 因为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需要这个机门 是有能力用人手去打开的 那么飞机坠了海 或者是不正常地着陆的时候 然后就是需要逃生 甚至乎机舱着火 这些情况你一定要有些最近机门的人 不一定是机组人 甚至乎他只不过是普通人 他是看过那张这样的介绍之后 也有能力去打开 因为我们需要有时在紧急情况打开 来令到别人去逃生 我还记得以前自己是被人拔去那个位置坐的时候 试过有那些空中复服务员来问 给了张也文 你要看他 你是听不懂英文 这些步骤 你明白吗 有些他要稍微跟进一下 这个会理解到机门是应该可以被打开的 但是在这次的情况又很有趣了 他距离地还未是好 即已经是快要降落的时候 就被人提早打开了 这个情况我认为 可能我用一个这样的比喻 大家容易想象 我如果就这么说 那架机离开地面 还有250米 或者700多百尺 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概念 但是你想象一下 尤其是我们很多听众应该搭过飞机 例如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我会从赤立国机场的西南国下落 即是说在你下落之前 你会看到什么 你会看到珠江口 广珠澳大桥 然后 甚至乎你的飞机这样下落的时候 如果你是坐右边的窗口位 你是看到大嶼山的尾尾 如果你是坐左边的窗口位 你会看到屯门之类的地方 大家也有这样的经验 如果是说在离地 大约还有200多位的时候 其实就对应着 都快要飞到大嶼山 你已经是看到 那个港珠澳大桥 在你的飞机的右下方 即是你如果坐右边的窗口位 你看下去 你大约就会看到 已经是这样的情况 在那个情况之后 其实那个机师已经宣布了 所有的空中服务员 麻烦你坐下 扣安全带 我们准备降落 然后全机人都坐在那里 就不允许去厕所 全部是要所有人扣安全带的情况 但是往往就是这个情况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人不听话 走进去那个紧急图身门 而那个紧急图身门 本身旁边是没有一个既定的座位 是有空中服务员坐在那里的时候 就有点出事 现在似乎 这个韩瓦的机器 就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它是一架有济州 飞去大邮的机器 这些内陆机制 应该有香港人不会坐过这条航线 因为以前就算连小弟 在以前的时候去韩国旅行 那时候还在兴趣跟团的时代 都真的试过由首尔下大邮再下济州 那些内陆机 你那个机组人员 尤其是服务员 它降落的时候 就会坐在机头和机尾那些位置 机中间的陶生门位 就只有那六个乘客坐在那里 如果有些大的机型 也有这样的情况 就会有一些陶生门 其实就不会有这个 康宗服务员坐在旁边 扣着安全带在那里 如果万一就是那几个门被人搞 其实就最麻烦 就是这样的情况 现在似乎今次韩瓦航空 它就是临落到地面前被人打开 机门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 因为其实一般的情况之下 就算你说我当你懂得开 其实如果你说飞行途中 都不是那么容易打开到门 所以大家就能够幻想到 就是那个科学上那个 就是飞机在高空上面的气压差 它有一个物理限制在那里 那个物理限制就是你讲的一件事 你如果是飞机还是比较高的时候 外面气压低 机内因为是要加压 加去一个正常气压 令人不需要带氧气罩 可以当是正常地面的呼吸 所以机舱内一定要是一个大气压 接着机舱外就是机舱外的一个很低压 有多低压呢? 视乎你有多高 可以有一些数据可以说到的 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是离地五千米 你的气压已经是没有了一半 只剩下一半 然后你再多五千米 其实你的气压就剩下两成半 然后你再高五千米 即是离地是一万五千米 你的气压就剩下十几百分之 即是机内的气压 即机外的气压 比起机内的气压就剩下百分之一 即是你会看到那个情况 即是你会知道飞得越高 气压叉越大 气压叉越大的时候 你在里面一个这么高压的地方 去这样尝试去开机门 那是一股不容易的 有点像一个情况 就是你想去对抗气压差 对抗压力差 而在水底开车门那种情况 即是有点相似 也不是完全一样 所以这些民航机 一般的机件本身的要求 可以设定到 你的机器至少要落到 离地大约是一万尺 或者是八千尺以下 对应如果换回公里计 就是离地大约是三千多米 到二千多米以下 你的气压叉不会太大 你还可以用人手打开机门 这次来说 离地只不过是七八百尺 我会说 机内机外的气压叉 已经是不差得远 可能是九十几百分别 和一百百分别 连温度也不差得远 只差几度 可能是三四度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机门即使被人打开 你也会看到 不会有气压叉 因为气压差不多 但是温度差 有点 最麻烦的就是很大风 始终那个机器有上升速度 所以坐在涂生门旁边的几位乘客 就算去揽约安全带 就硬吃 没有人救了他们 怎样都要捱到机降落才行 可以说 不幸中的盲行 就是事发的时候 离地也未算是很高 可能会有东西飞出去 但是如果他比较差 是高一点的时候 被他打开 然后又能打开 他根本上打开 那人自己就会被吸出去 所以说起今次的事件 不幸又好 他在比较低的情况下 当然现在呢 试试的男子 为什么会打开这个仓门 原因是未明的 现在的情况 他的神智就好像不是太清醒 甚至乎在影片里 很多成立都说 他好像想跳出去 所以这件事 你真是遇着个傻的 但是刚好你说他傻得了 他又开了一托门 所以其实又傻不了这件事 所以都会有趣 还有说到门 其实我们说过 刚才陈博也说过 其实当你坐在那里的时候 你也有责任和义务 其实你也是要看着门 还有什么时候 你协助空姐 就打开门 这次刚好 在中国的过程 空姐又要坐好 他自己都绑安全带的时候 可能坐机或机后 也没有留意过 会有个傻佬 会跑出来开 这个情况 又令到我们对应到 其实一架飞机的安全程序 那些问题 还有说起飞机的程序 其实他也都有 就是以往911的问题之后 其实呢 我们说Copit 就是驾驶仓的门 其实也经过了新的情况 陈博他跟以往那个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机司 他那道门 那有没有说什么 特别不同了呢 就是说以前可能 就可能在里面打出去 现在就不行了 或者他加装了什么保安 让他现在 就是你这道门打开 那么有没有人非常不知道 但是如果机司那道门打开 就相当危险了 那我想他最重要就是 那道门打不打开 整个拳一定是要交给机司 控制到的范围 就是不会说在机司以外 有人可以随意开了 随意关掉那个门 那我想这个 就是在整个过程那里 机长是有更加大的权力 去掌控了那个机门的情况 那我想这个是 有去防止这个恐怖襲击 那个的需要在那里 但是同一时间 那个逃生门那个装置 你又要保证 有人可以是 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打开门 那你看到就是 那些逃生门 也知道的 有好几个步骤 你不可以就这样按 就是一开就开 起码有两三个步骤 才可以开 你触发了第一个步骤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知会了整个駕駛 所以就希望是透过一个这样的 不要太慢 又不要太快 而被人开到的一个机制 就令到既可以 就是相容到要是逃生的情况 和也都能够满足到保安的情况 但是你看到就算今次事件 你都见会有些这样的保安的问题 往往就出现在最后的几分钟才是最容易出事 这里其实也是要回去说一件事 很幸运 它事发的时候离地不是太高 于是乎 机内机外的温度和气压相差都不算很大 如果你说那些是在一万尺的时候 这样打开那种失压的情况 如果说一分钟内戴这样的氧气面罩 你很容易就会失去意识 所以为什么就是 他那些起飞机的时候 那种公众服务员的安全指示 都说你记住 有事跌下来的时候 你自己先戴上罩 然后帮小孩带 他也要这样强调 这里很容易衍生到 就是说整个飞行 无论是民用航机的飞行 乃至到军机的飞行 即是外军会议 怎样都要说一下军事 都有一个关乎于驾驶员 甚至乘客的安全需要 因为没有人能够突破 生物上和物理上的限制 所以整个飞机的保安设施 那些安全措施的设计 你一定要符合 令到人有足够的时间 去维持自己 去争取自己的生存 才可以 也有这样的安全效应 是的 你说起 想不到 比如说U2 这一架的偵察机 那它就真的由地面开始起飞 一声声到说 在7万呎这么高的高空里面 民航机通常是三万呎高空的 是的 如果不是民航机的 那你如果有一些就可以高一点 那民航机基本上就是用三万呎封顶 有些会不会再高多 政府几千呎是可以的 有时候一定要有一个buffer位 但是你如果去到高空的 做偵察的 一定是军事用途的事情 情报或者作战都好 你如果高过7万呎 你会很难再上 很难再上的原因 完全是这样的限制 因为你可以计算一下 在上去7万呎的时候 那个气压 已经只剩下在地面时候的几百分比 所以你开同一个引擎 去给你多余的推力 可以帮你再推进力量 你开到最多都上不了 去到某个位置 你便会在某个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是挺尴尬的 早前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 有时候有一件事 是美军要持有的战机 去射那个中国气球 是的 是的 那个中国气球其实都飞得挺高的 如果你再飞高一点 你的战机也未必可以 未必可以达到这个高度 去执行这个任务 而且你飞得太高 对那个飞行人 那个危险是挺麻烦的 你战机通常 你不太想去整个加压系统 因为是笨重 你民航机就会整 但是你去到那些战斗机 很多时候就是 飞行人带了面罩 算了 长期带了面罩 但是气压 你又不可以说变化太大 所以无论是飞机本身 噴射引擎给你的限制 或者是飞机师自己本身 它那个身体限制 都令到你现在那些 载人的作战飞行的飞机 飞的高度 是有一个天花板 就是七万就已经很硬来 为什么说硬来呢 就是它用尽它的马力去推到更高 人就要硬做一些生命 可以生存的条件 就硬移它上去 因为压力差实在太大 人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 试验到的气压差 就算带了氧气罩 你的身体也会有其他的变化 顶不住 尤其是那种 有人玩潜水 你知道的 那些水压变化大 和你面对气压变化大 出现的那种身体的潜水病 是差不多的 到了那些七万呎那么高 结果你也要做个妥协 就是你要去把机仓做部分加压 就是我说的是洛杰的这一种U2的这种战机 它都要 当你要飞到七万呎那么高的时候 你的机仓都要做到部分加压 你做不到全面加压 可能它就是你要做全面加压 那些机件要求很大 那些机件要求很大 那些机件要求很重 至少要做部分加压 然后飞行越着下压力 又要用戴着面罩 这样硬弄人 而这样做的时候 对那些飞行本身的身体负荷 都已经是非常大的 都试过在演练的时候出过事 出过那些事 缺氧和那些潜水病 或者是在身体里面 它的气压变化很大的时候 溶在血里面的淡气 突然气泡上了很多 那种潜水病的问题 是很威胁飞行人的性命的 这里你就看到 由今次的这个民航事件 幸好没什么事 就因为它出市的范围 还是一个人 可以不太需要依赖其他器械生存的范围 但你会发觉 整个地球这么大也好 人类適宜居住的范围都挺窄的 你真的再上多几千米 那里已经是你人可以单独生存的范围 所以这次的事件 令我们更加了解到 飞机、飞机安全 以及上到高空的情况之后 如何适应 甚至我们说战机、偵察机 那些pilot 其实在高空适应的时候 有什么设备等等 当然我相信他们都要在设备的负载 包括维生设备的负载 或者是偵察设备的负载 和战斗装备的负载 要有个平衡 正路 军人一定是军事行先的 所以其他东西就唯有张罩 所以就戴个面霜 穿件衣服就最低消费 你说要好像我们坐民航机那么舒服 就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好,这次就来到这里 谢谢陈伯 好,大家记得帮忙 点击我们包括军武器言 和科学新知的台 可以点击订阅 还有记得帮忙给点赞 好,我们就在其他集数 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